当影子赶到士巴女王的住所时却发现 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地板上还留下了一大片血迹 正当影子一脸疑惑之时 现场看到科技之神在那角落瑟瑟发抖 他的第一反应以为是科技之神杀害了士巴女王 愤怒的影子一把揪起科技之神 将他甩出了五米开外 而此时的科技之神好像出现了故障 原来 上次科技之神来劝说士巴女王投靠星神的时候 被士巴女王果断拒绝 而眼前的科技之神对星神与旧神的战争毫无认知 士巴女王决定让他体验一下战争的残酷 伴随着两人的接触 科技之神瞬间瘫软在了地上 接着科技之神就被带入了士巴女王的记忆 惊醒后的科技之神直接被吓得魂飞破散 在经历了死亡的恐惧后 科技之神立马仓皇而逃 这也导致科技之神频频出现了错乱 科技之神今天来找士巴女王就是这个原因 很显然影子不相信他的鬼话 科技之神只好把监控录像调出来给影子看 看到士巴女王被迪尔的保镖带走 知道真相的影子决定先去找到迪尔的保镖 从中逼问出士巴女王的下落 科技之神为了解决自身的故障 也表示跟影子一同前往 很快影子就挟持了一位保镖 并将他带到了一处角落进行逼问 可没想到这保镖还是不肯透露出任何信息 这时候科技之神就派上用场了 他使用自己的能力变身成别的形态 保镖看到这一幕瞬间吓得魂飞破散 立马将士巴女王被关押的位置说了出来 而此时的士巴女王正在遭受着前世今生的记忆折磨 他忏悔的一颗眼泪掉落在地上 眼泪直接将地面砸出一道小裂缝 随着指尖的触碰 眼泪瞬间化作了一滩水 从水中的倒影中他看到了自己罪恶的一声 在数百年前士巴女王吞噬了索罗门国王 他也因此尚未成功变成了女王 但同时他也被受到诅咒 导致他这一生只能吞噬别人才得以存活 就在他为此痛苦之时 一位黄衣女子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将士巴女王带进了虚幻的世界里 原来这几位女子是士巴女王体内的神力寄负者 随着士巴女王的真心忏悔 他们也被从中唤醒 因此士巴女王的能力也彻底地觉醒 他对着地板用力一跺脚 地面瞬间出现出一道裂痕 并且有源源不断的力量之水一直涌出 此时影子跟科技之神也赶到了现场 但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一脸的懵逼 随着大门的缓缓升起 士巴女王从灌满水的房间走不出来 这时科技之神也被士巴女王的力量干扰 他也只能先离开了这里 看到影子前来营救自己 士巴女王也很是欣慰